这里是安徽楚州的南亚山景区 咱们用半天时间进去耍一下 咱们从北门进 北门是主门 现在南亚山没有大门票了 随便进 里面的四个景点要买票 分别是最翁亭 同乐园 南亚寺 南天门 年票是60块 单买最翁亭是40 在游客中心 拿了一张地图 拿地图很有必要 既能指引方向 又能当扇子山 南亚山是楚州市最著名的景点 这里以前叫摩托岭 西晋末年 中原大乱 年仅15岁的南亚王司马瑞 一观难度 从宁仪跑到了南京 在去南京之前 司马瑞在摩托岭躲了10年 在这里他招贤那士 招兵买马 逐渐壮大了自己的势力 为日后的渡江建国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可以说这里就是司马瑞的发想地 所以后人将摩托岭改为了南亚山 在河北也有一座著名的南亚山 就是那个南亚山武壮式的南亚山 一定不能搞混淆了 现在到了观光车站 车票是20 不想爬的在这里坐车 因司马瑞在这里居住10年而得名 但是并没有出名 直到400多年后的唐代 在唐大历年间 著名的文学家 政治家李又青 来到了除州 担任除州刺史 他发现了这里的美 并创作诗句 赞美南亚山 随后已经来了许多文人目客 并创作了许多诗句 南亚山的名气开始显现 最后到了宋朝 大文豪欧阳修 被贬到除州当知州 在除州任职两年多 创作了大量的诗文 使得南亚山声名大造 让全国人民所熟知 现在来到了第一个景点 文文介石塔 建于清代顺之二年 这是当时的农兴寺住持 文文介石的木塔 由他的弟子所修建 农兴寺就是当年 祝元璋出家的地方 这座宝塔是典型的 灰派建筑风格 高15米 六边7层 做工精美 装饰丰富 再往里走到了 听泉亭 传说这里有一口泉井 泉水的身影清晰美妙 如同情声悠扬 所以建造个亭子来听泉声 得名听泉亭 听泉亭的下面就是醉翁坛 坐在亭子里 就可以听到这里的流水声 但是现在水比较小 然后来到一座古桥 薛老桥 最早的文字记载是 宋代除州通畔 围乡创作的诗词 狼牙三十二涌 薛老桥 明朝工学家宋年 在其创作的 《游狼牙山记》中写道 沿袭而过薛老桥 入醉翁亭 所以咱们马上 就要到醉翁亭了 然后来到了让泉 也叫醉翁泉 酿泉 醉翁亭记中写道 山形六七里 见闻水声禅禅 而泄出于两风之间者 酿泉也 写的就是这个让泉了 酿和让是混用的 这块石碑 是康熙年间 除州之州 王赐奎所理 过了让泉 就来到了 大命典礼的醉翁亭了 这里面要买票 记得买票 最开始只有一座醉翁亭 经过历代的修缮扩建 形成了一座江南园林 醉翁九景 首先是许多的贝克 各种的游记 还有重修记 简单的看一下 嘉靖年间 皆春亭记 崇祯十三年 得正碑 万历十三年 游醉翁亭记 这座醉翁亭 始建于北宋 庆历七年 为了方便 欧阳修游玩 南亚寺住持 建了这座亭子 并被欧阳修 命名为 醉翁亭 同时欧阳修 亲自为此亭 作祭 醉翁亭记 醉翁亭是中国传统的 歇山式建筑 稳受伏击 亭脚夸张的飞起 如聊展翅 醉翁亭记 最著名的一句当属 醉翁之意不太久 在乎山水之间也 醉翁亭的北侧 是二贤唐 建于北宋 少山二年 为了纪念 除处的两位太守 王宇称和欧阳修 而建 两边的墙上挂着 醉翁亭记 和彭党论的木刻 然后咱们继续往西走 来到了保宋斋 建于明天启二年 由南京太普寺 少卿冯若宇所建 用于收藏和保护 宋代碑刻 最著名的当属 欧文苏字 1996年书写的醉翁亭记全文 还有无数块游记 重修记 继续向西 来到义在亭 始建于明 家境四十年 由南京太普寺清 茅棚修建 刚开始叫接春亭 万历三十一年 楚州之府 卢洪夏 进行了重建 改名义在亭 义在二字取字 醉翁之意不在久 在乎山水之间也 义在亭是用来 饮酒做对的 卢洪夏还在亭字的四周 凿石饮水 营造了王羲之 创作南亭叙石的 驱水流山 然后我们来到了冯宫祠 这是为了纪念 南亚山的开发者 北凤时期 楚州之州 冯若水 还有一个说法是 明代南京太普寺 少清 冯若瑜 现在到了第三个渊落了 这是隐香亭 建于明 红锡元年 南京太普寺清 造次镜 建的水池 赤玉 少梅墩 建的亭子 最开始叫建梅亭 用来欣赏欧阳修 清手所种的欧梅 到了清代 康熙二十四年 楚州之州 王赐奎 在亭内 欣赏欧梅时 既能看到水中 欧梅的倒影 又能闻到梅花香味 所以改名为 饮香亭 继续往里 就来到了欧阳修 清手所种的欧梅 欧梅是梅花的珍稀品种 就是因为欧阳修 种了这棵梅树 让这个品种 有了新名称 欧梅 欧梅不会与其他梅花 珍芳斗燕 唯独与杏花一起开放 所以它还有个名字 杏梅 欧梅的下方 有四个字 花中朝许 这是清顺治九年 提督江南学镇 李松阳所写 朝许是上古的 两位隐士 拥有品行高捷 隐居不争的精神 这正好和欧梅 不与其他梅花 群芳真雁相契合 并且以花育人 歌颂了欧阳修的品行 欧梅的南侧 是隐香亭 北侧又建了一座 古梅亭 鉴于明家境十四年 楚州判官张明道所建 也是为了赏这颗欧梅 在欧梅的东侧 还有一座高台 上面有十颗 四十之井不同 古人为了赏这颗欧梅 绞尽了老汁 咱们爬上去看一下吧 继续向西 到了最后一个院落 宁溪石 这块石头 是五泰时期大将刘金 花园里的藏品 一共有六块 其他五块比较小 已经不翼而飞 这是最大的一块 难以搬运 所以保留下来了 石头没什么特别的 但是它是中国最早的一块 园宁观赏石 还获得了国家级飞夷称号 在宁溪石的北侧 有许多古人对宁溪石的描述 让其有了历史考证 这块是米符所写 宁溪石 上面是宁溪大石 欧阳修所写 下面是和宁溪石歌 苏顺清 都是名人呀 这也是欧阳修写的 宁溪石记 难怪这个石头这么神呢 这应该也是个观景台 最后山上还有一个六一亭 我们爬上去看一下 这座就是六一亭了 纪念北宋文学家欧阳修而建 欧阳修晚年 字号六一居室 亭子里面有一座欧阳修雕像 好了 最后亭逛完了 出口外面还有一座喜新亭 这是清代的建筑 咱们现在前往第二个景点 同乐园 好